你知道青蛙的心脏是什么颜色的吗 女孩特别的好奇 于是一刀下去 咔嚓 居然扎偏了 这可把青蛙吓坏了 拼命的用舌头填手铐 结果女孩又一刀 咔嚓又偏了 幸亏青蛙比较丝滑 不仅直接撑脱了铁链 还一招太极 咣当 弹飞了女孩的刀 这才好了 那刀直直的就扎到了女孩的脚上 她那女孩哇一声喊出了猪叫 青蛙拼命的逃命 又顺着桌子腿死命的向上爬 好不容易爬到了高处 这该死的蛙声直接暴露了自己 小青蛙只能更加卖力的逃跑 她想要一跳 结果突然又被小女孩抓住了 想想刚刚自己同伴的惨状 小青蛙不得不殊死一搏 小女孩又被疼的嗷嗷直叫 小青蛙赶紧躲到玻璃屏后面 来压压惊 却立马又被小女孩发现 由于两次痛苦的经历 小女孩发誓必须要抓住她 就在小青蛙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 突然看到了窗户 这下可有了希望 于是她拼命的跳上衬托 奋力的跳出了窗户 终于青蛙逃了出来 刚想享受一下甜美的空气 结果下一秒 又被一双大手抓走 她终究没有逃出命运的安排 当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变成了美食 她明明是死神的儿子 却偏偏喜欢做天使 每天大壮都会趁爸爸去上班 偷偷研究怎么变成天使 直到这天 她终于想到了好办法 她把避雷针插到头顶 伪装成天使光环 她用胃干的油漆 把自己涂成纯白色 可还没等到出门 就被刚下班的爸爸发现 爸爸根本不问什么原因 上去就把儿子胖揍一顿 大壮伤心极了 既然你不让我做天使 我就偏要做好给你看 于是她来到屠宰场 看见小牛变成了食物 她觉得可怜极了 于是就趁夜黑 把小牛拉了出来 找了一块空地 给放了 小死神做梦也不会想到 违背大自然 是会受到惩罚的 果然小牛没有躲过死神 还间接带走了两个人 又导致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直接失去了父母 想着小男孩这么可怜 于是小死神二话不说 就去天堂 把两个人的灵魂拽了回来 还给强行塞进了嘴里 这下更惨了 两个尸体直接就变成了丧尸 导致一个村子的人都糟了痒 幸好死神爸爸及时出现 用大招收走了他们的灵魂 这才化解了一场灾难 小死神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伤心极了 可爸爸却没有怪罪他 而是叫他懂得尊重大自然规律 收走他们的灵魂 是让他们去天堂 过更快乐的生活 并不像小死神认为的那样 爸爸是个冷酷的人 从此小死神也学会了尊重生命 和爸爸一起愉快的生活下去 如果石头剪刀不需要打比赛 你觉得谁最厉害呢 小白只第一天上学 就遇到了无数的剪刀 小白只害怕极了 他背上书包赶快走 生怕不小心被扎破 可这时却遇到了三只调皮的 小蓝 小粉和小黄 虽然是同类 但他们却把脏东西 都吐到了小白只的身上 小黄又把他的书包打翻 欺负起了小白 这时一只可怕的剪刀出现了 小白只被吓得 赶紧闭上了眼睛 结果一睁眼 小黄 小蓝和小粉都跑了 原来是小剪刀解救了小白只 小剪刀还不放心他 决定送小白只回家 就在这时 他们又遇到了 同样被欺负的小石头 小白只感同身受 他决定挺身而出 不但吓跑了那群坏石头 还捡起小石头的书包 还给他 小石头虽然很害怕 并没有恶意 小白只还把小剪刀 介绍给了小石头 虽然剪刀害怕石头 但他也不想错过这份友情 小石头把自己头上的 一朵小鲜花 送给了小剪刀 从此三个人 成了很好的朋友 所以友情不分种族 只要互相尊重 互相帮助 就没有输赢 我们都是好朋友 女孩扒开自己的眼睛 却发现眼皮嗖一下 钻进去一条大黑腿 他赶紧拿镊子 想要把它夹出来 结果四条腿 全部钻了进去 这可把女孩吓坏了 于是他更加用力的拽 下一秒 居然拔出了一只苍蝇 那绿豆瘾根本不想离开他 还得使劲的往回钻 疯了的女孩彻底疯了 于是他喀巴一拽 结果却只拽下了 一条苗头的小腿 再仔细一看 那苍蝇又钻毁了 女孩的眼睛里 我的妈呀 据说点什么 关什么 就可以帮助他 这下女孩癫狂了 为了拽出苍蝇 狠狠的摔它个八百半 女孩戴上手套 拿出镊子 撕开无敌苍蝇胶 再翻出自己珍藏了 一百年的小木棍 发誓必须镊死绿豆羊 可你绝对没见过 对自己这么狠的 他用胶带 将自己的眼睛固定 再用小木棍 撬开自己的眼球 然后将带有 必杀技能的小镊子 使劲的翻着 结果却发现 这苍蝇还远不止一只 是无数只 妈呀 这也太惨了吧 女孩抓着苍蝇 就想拍死它们 更是爆发了 洪荒之力 一捏一只 全群倒肉 砸的小可爱们 根本找不到东南西北 好不容易打死了它们 结果嘴巴里也有 气得女孩 彻底不伪装了 他又把苍蝇全部消灭 于是拿出了蟑螂药 就在苍蝇飞过时 对着自己的眼睛 我的妈呀 这不仅有苍蝇 还有各种虫子 这一幕恰好被男友发现 这下玩犊子了 男友立马就被吓死了 真是太惨了 所以交友 千万要谨慎 如果你一不小心 碰到脖子 有八百米的马桶怪 可千万要赶快跑 否则他就会把你吃掉 害怕的赶紧发送狗头保护 就在刚刚 饿了十天的男人 想到厕所里吃饭 结果却遇到了个 头上长台监控的男人 因为害怕监控人 和自己抢食物 于是他赶紧推门 钻了进去 可到刚进门 就听见有个女孩在求救 救命啊 男人赶紧环顾四周 寻找声音的来源 并且一间一间的查看 但就是找遍了所有坑位 都没有发现一个人 于是他开始趴在地上找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可求救的声音 就越来越大 男人赶紧给自己的女同事 打电话 请求帮忙一起寻找女孩 却发现身后 好像有什么人在偷窥自己 男人根本来不及挂断电话 就像着了魔一样 向后面走去 直到他推开最后一道门 我的妈呀 只见一只帅得不像样子的马桶怪 正在死死的盯着他 那一米八的大长脖子 张现了他的凶狠 男人想要赶快逃跑 却发现那个监控人 也跟了上来 显然自己已经被左右夹击 男人被吓得推都不是推了 吓一秒 他就被马桶人拖进了马桶里 监控人赶紧归宿去救这个男人 却差点也被拖了进去 最后他也只能失望的离开了这里 那你们觉得监控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你知道怎么用数学公式打篮球吗 男人拿出一把尺子 测量了一下篮筐的直径 又用300米的米尺 测量了一下篮筐到地面的距离 为了让篮球各个都能投中 男人在每个一米的地方设置标识 仔细地观察距离是否必知 他用全室测量篮筐和投篮点的距离 把监控里的保安都给看蒙了 但男人根本不在乎 还拿出了ZA测量了篮球的压力 电话数据全部写到了一张纸上 最后就开始了计算 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原来就在刚刚 他看见一个保安 在像职业球员一样打篮球 本来男人很是羡慕 结果保安临走时 挑衅的必是他啥也不会 男人瞬间感受到了侮辱 于是他捡起篮球尝试了一下 几个箭步上去愣是一个球都没进 这可把监控里的保安给乐坏了 但男人却怒了 作为数学天才 他发誓 又用数学公式来打败这个保安 于是他开始拼命地测量和搜寻数据 却遭到了保安的嘲笑 很快他就把所有的数据写到了一张纸上 并用物理方程式计算起来 又有小木头人不停地实验 终于经过七七48小时后 他成功地根据球的速度和本身的压力 精准地计算出了准确图篮所需要的公式 于是男人拿出了三个篮球 想要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果然不出意料 他成功了 而且投篮的精准度 比库里还要厉害 把一旁的保安都给震惊了 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任何人 埃及女王有个特殊的癖好 就是喜欢自己的鼻子 于是就叫来各种花石来为自己作画 满意的就会上黄金万两 反之就会立刻被处死 这么苛刻的要求 很快皇宫里的花石就被他嘎完了 于是他又把魔爪伸向了宫外 为了能看到自己喜欢的鼻子 女王发布了一则悬赏 凡是能画出女王满意画像的画石 就会拥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一时间所有的画石都沸腾起来 连小胖的师傅也不例外 再经过9981天的努力 师傅终于完成了 可他自己却不去送 还让小胖替自己送进宫 可刚爬到楼梯 小胖就被这蚊子给盯上了 愤怒之下 他把师傅的画都给摔断了 小胖赶紧打开画布 发现完好无损 这才松了一口气 结果啪唧 完了 美丽的鼻子上居然长了个痔疮 小胖赶紧想办法补救 可士兵却已经发现了他 为了让他快点进场 士兵决定把他扔进去 结果小胖一紧张 完了完了完了 眼看士兵越走越近 小胖只能用墙上的涂料 乱画了起来 毕竟自己也学着师傅的样子画过 下一秒 他就被士兵拖进了宫殿内 本以为这下算是嘎了 万万没想到 女王却稀罕得不行 这真是惨了狗屎晕了 原来女王是喜欢小鼻子 而且要有鼻孔的那种 从此小胖获得了无数的财宝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每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为女王画画 这是一头想要逆天改命的猪 因为他一出生就在屠宰场里 为了摆脱自己的命运 小猪用力的挤出牢笼 看着地上全是同伴的尸体 小猪拼命的逃到小镇上 但这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因为大街上的同伴也一样 不是被做成了香肠 就是被做成了熟食 小猪被吓坏了 奔向着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转头就发现 人类在对待宠物却十分的有爱 如果他也能找到一个收养他的主人 说不定就可以逆天改命了 顿时小猪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他小心翼翼的钻进了宠物店里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就推门而入 看到他选了个同样气质的贵宾犬 小猪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他一下就扑到了男人的腿上 看起了自己拼命卖萌模式 却被男人一脚踢了出去 小猪这才意识到 一般来临养宠物的 都会选和自己长得最像的那个 这绝对不是猜想 不信你看看周围 自己养的宠物往往都和主人特别的像 于是聪明的小猪开始了各种伪装 他伪装成鱼 伪装成蛇 甚至伪装成乌龟 为了能让人类把自己当宠物养 小猪用上了自己的七十二遍 可直到宠物店打烊 小猪也没能把自己推销出去 他难过极了 但天无觉知之路 转头一看 店主刚好长得和他一样 小猪开心极了 他扑到主人的怀里 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男孩是个可怕的怪物 每天上学 他都穿上人皮 来伪装自己 看见同学们在聊天 他也上去打招呼 表现得很自然 同学们也很热情 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是个怪物 但每次说话 男孩都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稍有不慎 他的皮肤就会裂开 为了不被发现 男孩只能赶快逃跑 回到家里 再去重新换一张人皮 但尽管这么小心 男孩还是会时不时地 露出点破绽 上课时 尾巴一不小心 就会从袖口钻出来 体育课上 身体又开始蠢蠢欲动 本以为尾巴 会从袖口里钻出来 没想到这次却是身体 反正男孩每天 都经历着各种意外 甚至每天需要回家 换几次皮肤 但男孩从不觉得累 同学们叫男孩吃饭 他从来不敢上前 生怕一个不注意 露出来什么东西 每次他都要失望地拒绝打架 再找个没人的地方 偷偷地吃 一大堆的东西 下一秒 一个臃肿多肢的身体 出现在了台上 原来他是一个怪物 这可把同学们吓坏了 为了缓解尴尬 男孩也撕碎了自己的皮肤 变成了个黑乎乎的怪物 因为他早就不想装了 正是男孩的这份 坦诚触动了大家 下一秒 老师居然变成了孔雀怪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身边所有的人 也都吞下了人皮 露出了丑陋的怪物身体 原来大家都是怪物 为了不被当成异类 大家也都在重复着 男孩每天的动作